澳大利亚新州美术馆 是一座建于19世纪晚期的古典建筑 位于风景秀丽的公园绿地上 穿过皇家植物园 就可以来到这个美术馆 在这里有一张梵高的作品 梵高的一生作品在室有2000多件 油画作品有800多幅 主要都在荷兰、法国、美国、英国等这些欧美国家收藏 在澳洲能看到梵高的真迹 也实属珍贵 这张作品尺寸不太大 调子有点暗 不熟悉梵高的人很容易就错过去了 就是这张农民肖像 它就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艺术展厅里 提到梵高 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星空 鲜艳的向日葵 一种颜色很强烈的画面 这张灰暗的人物像怎么能与梵高联系起来呢 我们会质疑 这是梵高画的吗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品 也许有人会想 这张作品画得很不好看 只是因为是梵高画的就很值钱 就值得收藏 很多人对梵高的理解 经常认为 它是精神病人才画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作品 也有人认为 它的绘画是精神错乱的结果 认为梵高的艺术就是靠着色彩感觉 精神病人的色彩 成就了一位艺术大师 他是不是这样的疯子呢 他还是天才呢 他的作品为什么在后来人给予这么高的评价 他的作品的价值在哪里 他的作品卖得那么贵 是不是炒作呢 要想看懂这些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梵高的人生历程 梵高的一生很短 只有37年 他的艺术生涯 和他生活过的几个地方有很大的关系 早期在荷兰比利时 之后到了法国的巴黎 法国南部的阿尔勒 法国的圣梅里地区 巴黎近郊的奥维尔 这几个地方是给梵高带来无数创作灵感的地方 梵高是1853年3月30日 出生在荷兰南部一个叫金子尔特的地方 他的家庭出身很好 父亲是神职人员 母师 他的母亲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家庭 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 很有文化 在19世纪那个年代 神职人员社会地位很高 待遇也很好 当地的教会给他的父亲提供很好的房子住 还配有仆人 厨子 园丁 马 很明显 他们家在当地是属于上层社会的 梵高父母共有六个孩子 梵高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非常注重家庭 梵高是他们的长子 很自然 父母倾注了很多的爱和关注在梵高身上 梵高年少时 受过很好的教育 他的母亲带着家庭教师 教他很多知识 文学 诗歌 等等 其中 也包括了对绘画兴趣的培养 那时学习绘画文学音乐 是生活条件好的家庭 给孩子的素质教育 和今天 我们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素质教育是一样的 他的父母 并没有把他的人生规划为艺术家 教育他各种知识 只是出于对孩子的爱 梵高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 会四种语言 英语 荷兰语 德语 法语 梵高喜欢读书 有很高的文学流利 在后来他的作品中 都有很明显的文学功底体现在画作里 后期那些充满诗情 画意的画面 比如 星空 我们深深地能感受到画中的诗意 如果没有很强的文学功底 是画不出那么感人的画面的 在他的作品中 对于书籍进屋的画作 这种普通的物件 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 也是来源于他爱读书的生活写照 梵高的家庭 兴起很多 其中有几位是相当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 梵高的父亲 与这些作艺术品交易商的叔叔伯伯们感情很好 经常在一起谈论艺术 在梵高的成长过程中 他与宗教和艺术有着深厚的渊源 都为他后来成为艺术家埋下了种子 这也是我们能看到他的作品中 经常出现教堂 和很多代表宗教含义内容的原因 现在我们在看梵高年少时的素描 能看出来他在绘画上的天赋 他九岁时画的动物素描 怎么生动 很明显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人 当时他父母肯定是不知道的 我不可能预测到儿子的未来 是用艺术影响了全世界 他的父母只是像一个常规的家庭 希望孩子未来有好的职业 好的生活 他的人生中 父母家人一直是对他竭力帮助 在他后面的人生轨迹中 都能看得到 梵高就像我们身边的大男孩 与家人的爱背心得很密切 是一个情感浓烈的人 这幅《农夫和小山羊》的作品 准确地捕捉了小山羊可爱的样子 和农夫的形态 多么有灵气的一幅画 一个九岁的少年画出这样的水准 是惊人的 再看看梵高九岁时画的一个柱头 造型很准 画得非常好 是他从卧室窗户外面 望见对面市政厅那个楼上面的半壁柱子 在房间里透过窗户画的 这个楼现在还在 依然是金子尔托市政厅 从窗口 画外面景色的习惯 也是在那时开始的 后来他一生都有透过窗户 画外面景色的习惯 他晚期在圣梅里医院时 很多作品是这样画出来的 十几岁时画的荷兰家乡的房子 教堂 那个教堂就是他父亲工作的地方 虽然是一个素描 我们已经感受到 他对绘画有着本能的情感的贯注 良好的家庭教育 青年的梵高 是一个喜欢写写画画的文艺小青年 他随时画些自己的感受 有感触的东西 附在信件中 分享给弟弟妹妹 看到他这些信件时 无论文字懂不懂 有这样的小素描插图 已经能够感受到 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 看他信件的手稿 文字配图 顽高一生都有这样写信的习惯 绘画画并不代表要当艺术家 梵高的成年生活 是从艺术品贸易商开始的 16岁的梵高和父母一起规划了人生职业 做一个艺术品交易经纪人 在1869年7月 他来到了海牙 在叔叔开的画廊 古比尔画廊做学徒 古比尔画廊在当时欧洲很著名 在欧洲有好几家分公司 在海牙这段时间里 梵高完全展现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特质 为了对工作有帮助 梵高花很多时间看博物馆 研究艺术大师的作品 还自学了艺术史 梵高的这份工作 为后来梵高成为真正的画家时 铺垫了一些基础 梵高的工作进步很快 仅工作了一年就升职了 加了新 一切似乎都朝着父母期望的 好青年好人生的方向上发展了 这样一个大好虔诚的职业 虔诚似锦的梵高 怎么会改变人生方向 其中去做一个艺术家呢 且看下集